爸爸妈妈们好,我是DJ Janice 今天拍摄这个影片主要是要跟你们分享 接下来孩子们将在9月份学到的一些课程 基本上9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们会cover的是科学 第二个星期是华文,第三个星期是马来文 第四个星期是数学和科学 因为基本上英文的课程已经cover完了 我们还是会从他们之前所学过的一些生字 延伸一些练习题 然后让他们分别在第二周和第三周的时候去进行 第一个星期的科学的第一天呢 我们会教的是地形 让小孩子们能够很清楚的去分辨每一个地形之间的差异 比如说高山和山丘,两个都是山 那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怎么分辨 第二天呢我们会教导的是土壤 在这一天呢可能就要麻烦爸爸妈妈们 为他们准备好不同颜色的Magic Ink 就是Magic Band 因为这一天呢蛮有趣哦 我们会准备了他们这个土壤的沙包 因为基本上他们学到的是沙土壤图的黏土 我们都会准备 每个小孩子准备三个沙包给他们 然后他们呢就会在这些沙包上面 用Market Band Magic Ink 在上面画出这个土壤里面有的一些成分 然后我们也会准备一些sticker 让他们去棉看一下 去认识说这些土壤的用途 以及它能种出一些什么植物 当然第三天呢我们就会给他们做 关于这两天的一些练习子 第二个星期我们会进入的是华文 在这一个星期的华文呢 我们会教导的模式是情绪方面的 第一天我们会cover 是单元石榴 情绪的小组人 在这堂课呢他们小孩子就会去认识说 自己是否是一个爱生气的小孩 透过这些练习来 了解一下自己生气的来源 或者当我生气 当自己生气的时候 他们生起了一些变化 当然我们也会跟他们分享 讲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做 OK 当然我们在这堂课呢 也会串插 跟他们分享说 有一个哲学家 出名的哲学家叫如米 他的一篇诗歌叫客栈 让小孩子们去明白说 其实我们就像一间客栈 而情绪呢 这是一个过客 他来了 他也会离开 他不会长久的待在我们的身体里 第二天呢 我们就会带到的是 华语单元二十 带来快乐的地方 让小孩子认识什么是快乐 认识说其实快乐 并不一定说只是 从一个地方或者从别人身上得到的 其实我们最主要让小孩子明白的是 当我们带着一个快乐的心情的时候 不管我们去到哪里 看到任何人和任何人相处的话 都是都可以快乐的 第三天呢 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 可以让他们做一些英文的练习 第三个星期 我们就会进入马来文 马来文这一天 第一天堂课呢 我们会教导 是关于 很多人都会认为 很多人都会认为 讲说 只有 只有 价格一定是 不贵的东西 其实 不然 比如说好像这一堂课 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些实验 木薯粉 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 到处都可以得到的 很便利的一个东西 其实它其实很可以很黑板 它可以做出很多不同样的东西 这是我们当天会给小孩子 分享的 第二天呢 我们会进入的是 Mostra Plastic 这一堂课呢 我们会 课本 其实基本上都是教导 可以用这些 保特评议 能够做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当然也 我们这一堂课会教导的 不并不是用在生活上 而是模狗环保的 就 配做Equobricks 什么是Equobricks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来 第三天呢 我们也就会 进入的是英文的一些练习词 第四个星期呢 我们就会进入的是 关于数学跟特学 会在同一个星期 因为他们 这一个星期都会学习 形状与空间 我们会透过一些游戏 一些活动 让小孩子能够分辨 形状和立体之间的差别 然后如何辨认这些立体 以及形状 然后 在第三天呢 我们当然也会跟小孩子分享 讲说 让他们去认识 世界跟地 民建筑物 他们的基本的立体 以及这些立体 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 基本上 这就是9月的课程 嗯 如果讲说 爸爸妈妈们 你们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建议呢 请跟我们联络 所以 基本上 9月的课程 还蛮有趣的 所以 如果 你们希望能够让孩子们 好好完成呢 我们老师也能够 好好地去进行这些课程 就希望讲说 小孩子们不要 学习 然后也准时到 我们下个月再见 拜拜